好不过这两天呢 其实很多台北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天空中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这个雷呢 闪电是一直不断的打 而俗话是有人说呢 这个一雷破九台 这老一辈就说 这是台风不会来了 这样就提醒您说 这千万别当真 但是这样的天空异象 真的是让很多人看了碳围观止 甚至呢 还有一道雷直接批中了台北101 台风还没来 满天雷声已经轰隆作响 一股脑披向101大楼避雷侦探 乍看之下 暗夜天空就像爬满蜘蛛网 把民众吓坏了 我刚才录到了 抢在南马都台风之前 台北天空连续打了三天雷 老一辈民众翻越黎雨 只说台风不会来了 原来民俗中有句话说 六月初一一雷破九台 意思是农历六月初一 只要打一声雷 就能破坏九个台风结构 不过气象局说 千万别当真 台风的预测路径 还是朝向台湾 还是很接近台湾 所以其实非常多的鼠验 并不是说不对 而是它可能有一些 时空限制在里面 气象局解释 为在台湾东方外海的 热带低气压消散后 残留云系 被南马都台风吹向陆地 加上地形台声 在上空形成剧烈对流 才会频频打雷闪电 台风所提供的这个 外围不稳定的环流里面 这些现象其实都有机会发生的 也就是说台北夜空雷电交加 其实也是南马都的杰作之一 黎雨虽然是古人经验累积 但天气预报 还是专家说了算 昨天新闻旅行要办 新于台北参谱到